画面中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上所有车辆快速行驶 只是这时前方一辆水泥预班车的左方突然掉出一只狼头往后弹飞 不偏不倚砸中后方来车 惊险瞬间被募集民众的行车记录器拍下po网引发关注 发生在8号早上11点半左右 这辆水泥预班车行进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 北上6.3公里处往巴黎方向时 车上突然飞落一只狼头波及后方车辆 募集民众回想当时还好砸中的是大车否则后果不堪这想 而根据倒交法车辆所载的货物有飞散脱落等情形 最高可罚18000元的罚还 不过赔钱是小酿出人命可就不好了